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前中共二十大预备会议文件显示 江泽民 朱镕基 胡锦涛 温家宝等中共退休常委 全部列入了这次党代会主席团的名单 但江泽民 朱镕基 罗干 乌邦国等缺席大会的开幕式 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有媒体注意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 在开幕式上全场没有鼓掌 在电视直播中最受人瞩目的元老李瑞环 当习近平走上台前发表讲话时 全场代表包括台上的元老都让冠里热烈鼓掌 唯独李瑞环别墅一致 双手完全看不到鼓掌的动作 眼神一直盯着习近平 而习近平讲话时 李瑞环也没有像旁边的人一样专注习的讲话 而是自己埋头写笔记 至于另一位前常委温家宝 在净土面前全场表情数目 前总书记 胡锦涛在习近平做完报告后 还跟他含鲜了几句 宋平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 为什么要出席会议呢 我问老者 老者说 从这些出席开幕式的元老表现来看 习近平连论应该是得到了部分老人们的背书 就像他十年前上任 得到老人们的集体背书一样 从理论上说 他的执政确实代表了党内的共识 防止中共政权出现苏联式的崩溃 这种危机意识 是他执政获得老人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未必认可习近平的十年执政 但他们必须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 要展现共产党内部的团结 当然了 胡锦涛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让习近平提携自己的儿子胡海锋 至于温家宝和李瑞环出席会议 则另有说法 他们也不希望中共崩溃 他们与习在一条船上 但他们也很对习近平执政不满 所以有一种长江人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心态 其实也不仅是李瑞环不鼓掌 在代表席中 我也看到一代表 在李克强宣布做报告时 没有鼓掌 只是镜头转换太快 还不能完全确定 江泽民朱镕基 为什么不参加会议呢 我问老子 老子说 当然他们不参加 理由还是很充分的 因为毕竟年事已高 但问题是宋平都105岁了 还坐着仁业参加会议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相同 联系江泽民朱镕基的执政理念 我们似乎可以破解这个谜团 因为习近平10年执政 几乎颠覆了江泽民朱镕基的努力 就江泽民而言 他2001年在美国911事件后 迅速转向支持美国防恐 从而赢得了美国的信任 中国顺利加入了WTO经济崛起 而朱镕基最重要的成就 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但习近平的国际民退和第二次公司合议 恰恰否定了他的业绩 我认为江泽民朱镕基不参加会议 应该是表达对习执政的不满 一是不愿意为习连任站台 因为习近平的确拿不出像样的业绩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相反十年执政 把中国折腾得鸡飞狗跳 江泽民上台时恰逢八九六四 可谓中共的围栏之死 他和朱镕基推进中国市场化的改革 加入WTO 为中国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 胡锦涛温家宝 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说江湖时代是邓小平时代的继续 让中国摆脱了贫困 但习近平执政十年 基本上将他们积累的家底掏空 将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香港 变成了一座石港 逢城清零反科学荒诞不惊 终结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没有寸功却要连任 你说他们能支持他吗 朱镕基 温家宝 宋平 李瑞环 又如何看得起习近平这样不学无数 一位逞强好胜的二杆子呢 二是不满中国经济的衰退 美国外交协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马拉比 9月24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目为 这些迹象表明中共正在走向崩溃的文章 提出疫情 房地产 科技人才流失 人口结构等四大障碍 让中共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马拉比说 中国经济2022年增长预计将略高于3% 但这远远低于5.5%的预测 与十年前中国经济相比 这无疑是巨大的反差 当时年增长率约为8% 中共会把这种放谎归因于特殊的障碍 但这些障碍共同指向了大局 那就是中共极权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一个障碍是清零防疫 中国任何地方一旦出现疫情爆发的迹象 习近平和他的习家军就会实施严厉的封锁措施 上海 深圳和其他几十个城镇遭受了经济上毁灭性的打击 捞乱了全球的供应链 并给数百万人带来了粮食的短缺和其他困难 第二个障碍是房地产开发商债务违约 房价下跌 在本世纪头十年 中共通过操控汇率促进了出口 但也导致了不可持续的贸易顺差 共产党的下一招是命令银行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筑业的发展 再次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政府却用不可持续的国内债务取代了不可持续的外国债券购买 最终量成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发生债务违约 第三个障碍是科技人才的流失 出炉政治原因 中共不能容忍那些渴望成为马斯克式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巨头 中共政府对这些科技巨头进行了打击 而中共这样做只能让下一代技术人才逃离中国 拜登政府你知道他也出手了 通过限制半导体 同时对持有率卡 在中国芯片公司工作的人也进行了限制 这些人纷纷集体辞职 中国半导体人才现在呈现断崖式下跌 第四个障碍是人口危机 生育率下降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2021年 中共就宣布了三胎政策 鼓励生育 党为时以往 生育率到现在也没有回升的迹象 相反在上海封城中 有个青年却说出了 我们这是最后一代 这种断子绝身的绝化呀 为中共前头绝望 是江泽民朱镕基拒绝出席会议的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与温家宝一样的确很伤心 习近平十年执政 重返毛泽东极选主义 在政治上 他宣扬个人崇拜 淡化文革灾难 废除国家领导人论气质 强调党领导一切 便集体领导为个人独裁 在经济上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 实行第二次公私合影 剥夺民营企业的资产 文化上宣扬民族主义 伪造历史 大搞历史 虚无主义 在司法上 否定司法独立 使司法成为中共 不折不扣的刀把子 在香港实施全面管制 和二次回归 废除了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 外交上实施战狼外交 人质外交 面对新冠疫情 将病毒的源头 甩锅美国 将自己打扮成抗疫领袖 在南海东海穷兵独武 在台海叫嚣武统 可以说习近平毁掉了 江泽民 竹龙基赖以骄傲的所有资本 但习近平却不这样看了 他在二十大报告中 将自己过去十年的执政 称之为伟大的变革 而1992年 中共十四大 当时领导人江泽民 用的措辞是 十四年伟大实践的 基本总结 这是对邓小平 带领中国人开启 改革开放事业的肯定 而2002年 中共十六大上 江泽民使用的措辞是 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 另2012年 中共十八大 胡锦涛执政十年后 报告所用的措辞是 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十年的基本总结 其中胡锦涛使用的 基本总结一词 和江泽民使用的 基本经验一词 总结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比较中性 但今天习近平报告 所使用的伟大变革一词 凸显了得过去十年 予以高度的评价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里说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在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思 你说这不是恬不知词 是什么呢 江泽民朱镕基 温家宝等中共元老 看到自己奋斗成果 化为灰烬 看到中共即将迎来末尔 看到中国正在演变为北朝鲜 他们自然悲从中来 欲哭无泪 哪里还有什么心情 参加会议呢 李瑞黄文家宝等仓会的老人 会在会上集体对习近平发烂吗 我问老子 老子笑了起来 反说你说呢 哈哈哈哈 别伤不散不散%%%%%&%的FM 我问你 什么怎么办 我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